以两个结合中华五千年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首届五一论坛 3月22号在福建南平朱锡园开幕 吸引了中国、韩国、马来西亚等国百余位专家学者与会 当天举办的主旨演讲环节上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荣誉一级教授张立文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终身教授朱杰仁等先后做主旨演讲 文明发展与文化繁荣、交流互建是必有之路 问到中华文明需要自我禅发 同时也离不开世界视域 与会嘉宾在论坛间隙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希望借助此次论坛在文明对话中互建起心 内涵的发掘 也就是内涵本身它是跨越时代的 不仅仅是古代的也是现代的 不仅中国也是国际的 所以它里面的内涵点 我们怎么用现在的眼光去把它发掘出来 这样才能更好的传播 有五一论坛的这样一个形式 就是进一步的领会 我们对中华民族复兴的使命 要求、感悟两个结合的深水的意义 就把中华文化的研究 同中外文化交流把它结合起来 所以我非常看好这个形式 这方面也会极大的推动 包括福建的进一步的对外的文化的交流 在御坛环节中 专家学者们围绕荣与活 如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走进青年一代的心里 展开交流对话 做好更多的文化供给 需要在学校教育里面 通过课堂、教材、读本提供 同时我们整个社会 要为青少年提供更多的优质文化资源 就是要调动社会的文化力量 来支持青少年文化素养的提升 文化视野的拓展 在青少年的美誉上下功夫 走进、融入、升华、远行 走进就是营造一个好的文化氛围 融入就是让这个氛围 这种文化的东西、元素 跟每一个青年人的生命融为一体 第三是升华在我们的这个知识体系 他每个人的知识体系 和这个文化的交融当中 他要提炼出所谓 我们特别精华的中国精神 中国文化气质 然后带着这种东西远行 这个远行包括他自己的人生的未来 也包括他自己要自觉地成为 中国文化的传播者 我像世界 当天的开幕式上 中国人民大学 南平市与五一学院 三方共同签署合作协议 并为新成立的中华文明武夷研究院揭牌 本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 中共南平市委 南平市人民政府 武夷学院联合主办 中国新闻社为战略合作媒体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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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